本来说今天可以赶到海边去钓鱼去 结果,哇,你看这雨下了,我去我去我去 所以我们的房车停在加油站里边了 这是一个应该是还没装修好的加油站吧 还是没投入使用的应该,装修好了好像 没投入使用 但这大车都在这避雨 然后我们也开进来避雨了 打的棚顶非常的小 但是下车方便了,外面的雨太大了 哎,寄来一只则安之吧,打着泡面也吃完了 哎呀,应该上车上铺成床,躺着睡一觉的 刚好老爸老妈干啥呢 别在这睡着了,外面还是放着手机 哎,娘呢 又娘哪去了 哦,宝娘在床上 看看我们两个美女邻居 这俩小小袋干啥呢 当当当 干啥呢 我呀 啊 我接床呢 妈,你这干啥呢 还带两个潘的 潘的 哈哈哈 你就会这一个吗 哈哈哈 是的,就会这一个 我去教你一个开格 哈哈哈 老虎 哈哈哈 猫 哈哈哈 又去 妈,我去打雷呢 吃个小小小 笑一跳 往那边有吗 嗯 有人出发了 还好,不会 不会 那就开开门吧 你不是不冷吗 你妈 不冷 我外面可冷了 吹吹吧 我都裤脚湿了 刚好吹吹 哦 可以 裤脚王起来的 你看那个地方 你下车来回走 就拿东西就得不行 这个地方就好一些吗 这家的费性的事情 他这家是装修好了 还没投入使用 你知道吧 哎,所以说这大车都在这 他就是装修好了 这不装修好了吗 防撞都有了 完了,早了,防撞 妈呀,他这个装修了好久了 你看到没 他生锈了 哦,这个被撞了 防撞被撞了 哦,这是被撞了 没使用 看这个加油机一看就 没用过的 正心正心的 摸摸 嗯,都没有汽油味 原来我们停在那边了 哎呦,这小雨都飘进了呀 一会儿我感觉那个地方好 干一些 那两个车 三个车开走了 我们开到那边去 所以流浪的生活啊 真能随雨而上 一切都是最好的啊 买 爆灾 一会在这个 住在家路站里 对吧,在家路站里也没住过车吧 那你看 那个别人吸烟点火啊 哈哈哈哈 没事 那个油箱都空的 有那个油罐都空的 别打电话啊 这家路站你干啥都去 你看那个卖田了 那是卖田是吧 嗯 是小麦是吧 还是水稻啊 水稻 哎呀不下雨 可以无视机拍一下 算了不下雨 我们就去海边了呀 在这儿待着干啥了 是吧 明天还雨 明天万一还下雨 下午不下雨 那你下雨能咋整 下雨 防车生活 下雨就能在车里糗的 下午不下雨 下午不下雨 下午不下雨就去了呀 我们海警房就差十几公里了 嗯 但是下大雨嘛 你海警房只能窝在车里 还不如这里待会儿呢 对呀 舒服一点 哎呀这个服务区是 太帅了哈 这个是领海的一个服务区 叫领海服务区 嗯 它是国道的服务区啊 所以国道不收费 然后它这个服务区也是免费的 看到没 我们撞撞在吃饭 为它的是大米和糯米啊 插在一起的 我把这个电源放上面呢 充电的时候啊 我们选择这种就是 哎 交流桩啊 这是220伏的 220伏就是小头的 小头的就是7孔的 这种啊 那边是大头 大头那种呢 就是相对电压高一些 你需要那个变压器 这种的不用 它就是220 转220 中间买一个转换插头 五六十块钱就可以了 然后就正常跟他们电车充电一样充 我这12伏的 一小时能充一度电 妥妥的 充电庄 没有车在这充电 所以说 我们在这充 因为它这服务区主要大车过来的多 轿车啊 小车过来的比较少 所以说它这种小车停车位都是空的 大车停车位都是满的 像这种充电的车 你像一般高速上啊 都很多排队 这地方一个都没有 昨天晚上来的 现在只有我们在这充了一会儿 因为我看我们的电就差了100多安时嘛 充马了一会儿下午要出发去海边了 昨天还记得那只大鲤鱼吗 今天你看我老娘 放了几个土豆 还剩了鱼头 还有鱼肉 那又糊弄一对儿了 这边就是焖着米饭 因为现在有电嘛 可别用 昨天都小一点啊 小的啊 哎 这充电机就开 充电机不开不行 我正式的都出去了 脱火了